最近老师刷到好看的巴斯克蛋糕折纸的方法 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也挺简单的嘛 用它来做巴斯克蛋糕纹路真的很高级哦 准备一张正方形的油纸 接着沿边线对折两次折成小正方形 再沿着对角线折两次折成小三角形 接着沿着模具底的半径折一下 折横一定要折深一点 根据模具的高度将多余的部分剪掉 打开折纸底部刚好跟托旁一样大小 油纸对折再沿着每个中间的折横再折叠 注意这个折叠的弧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折好以后打开按照下一条折横将油纸折成半弧形 再继续折一道三角形的痕迹 重复这个过程把所有的冰折好就行了 注意看这个折横的弧度跟半径刚好成一个直角 把所有的冰收拢放入到模具中 在模具中再将它们稍微整理平整 一个巴斯克蛋糕的折纸就完成了 同样的方法适合各种尺寸的模具 学会了快安排起来吧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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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